沙业重的话 就是光念往生咒不是就不够了吗 要念礼佛念小房子 那请问师傅 这个念的小房子能代替往生咒吗 念的小房子可以的 可以代替往生咒 嗯 可以的 明白 那我其实以前念了好多小房子 说明我的沙业太重了 还要念个往生咒 对啊 因为你往生咒是有的方式嘛 那个是没有目标的嘛 只是给你储存嘛 好的 我想问一下师傅 那个往生咒的全称 不是叫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禁止 佛罗尼嘛 那这个一切业障 就是说也包括其他的业障 对不对啊 往生咒的话 基本上一般的 你从整体来讲 整体来讲 你说总是 我念了之后能够操生了死的 对不对啊 往生极乐了 你不比方说你对小动物 你念往生咒 那么你讲起来是说 你把它超脱 超脱到人 实际上呢 这个往生咒呢 它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它超度亡灵了 主要是超度亡灵了 然后呢 就是要灭 消灭四重罪了 五尼罪了 四重罪就是杀生偷盗 邪音忘语啊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是经常能够念的话 那你就是把一切业障了 它根本得胜净土 除了你了呀 就这样啊 好师父 那如果这人一辈子 他需要念十万遍 从杀业上来讲 他需要念十万遍 往生咒 那如果他念了二十万遍 多余的这个十万遍 可以消他其他的业障 可以完全可以 啊明白了 我就问你 你家里欠人家款 就是十万 你赚了二十万 多余的都不是你家里的 哦 是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那那个往生咒 像那个自存往生咒的 那个不远 不要经常的 不要 只有特定的时候 那个激活 往生咒激活是个什么原理呢 往生咒激活嘛 就是因为你不停的在念呀 你在灭自己的失从恶业啦 然后呢 两舌啊 其余啊 你想想看 你不停的念 你不停的在造业的话 那还能消 那你现在已经修到 很高的境界了 对不对呀 那你这些往生咒 它是灭度亡灵 超度亡灵 如果你家里的亲人 啊 这个总归会被你超的 差不多了吧 嗯 那么清净三业啦 啊 对不对呀 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念出来很多 三十万遍 二十万遍了 嗯 对不对呀 那么你有可能 你家里啊 邻居啊 你前世啊 你根本这辈子没有得罪的 他只要身上他有灵性了 你跟他一讲话 他的灵性就来问你要了呀 因为你有多嘛 多了嘛就叫富裕啊 那师父这个自己也不知道呀 那不知道嘛 你就不知道就念小房子比较中性呀 他他已经是小房子已经是中成药了呀 已经配合了 吃哪里就吃哪里的呀 听得懂不了 行 那么过去 过去有的人也是的呀 你二十万遍 三十万遍也会生智慧啦 嗯 或者也能破迷惑啦 有能见阿弥陀佛啦 实际上就是说 他还是有一个量的 嗯 这个量就是说 在他的没有灭除他自己所有的业障之前 你念这么多 会吉祥如意呀 事事顺利的啊 能消除一切烦恼啦 那么往生净土极乐啊 都可以 但是不是往生都把你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 听得懂吧 而是往生都帮助你消灭了你身上的业障之后 你带着很轻的业 你才能往生 听懂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您说这个往生咒 它不是可以许愿一个大数字吗 然后就补限量了吗 那比如说像我 您上次不是说让我多念往生咒 说随便随便我念了 那我要一天一千遍什么这种 可以吗 你看看看 像你这种人一千遍念完之后会什么事情发生 神经兮兮啊 听懂吗 因为我们有个同修 他就念了一千遍 你已经有点了 他说很好 很好了 我跟你讲任何经文你盯着念都很好 问题就是你不能有杂念不能有新的业 听得懂吧 那师傅念多少遍比较安全呀 平时不是跟你们讲了 49了27了都安全的呀 这种都是安全系数啊 你说一 你说人生再好 你能猛吃不了 吃得流鼻血了 那是许愿之后可以再多念一点吗 许愿之后可以的呀 三百遍 你比方说他讲是讲你能够灭武逆十恶 绑法等重罪 那问题你你有没有绑法 你有没有武逆呀 你有没有杀过你爸爸妈妈 听懂了吗 OK 那我就还稍微再稍微少一点 也不要太多啊 中道一点比较好 我就举个人间的事情就可以了 你在法官面前 法官啊 我有罪呀 我有罪呀 哎呀 我这个这个这个罪该万死啊 爸爸爸爸跟法官讲啊 法官啪一下子 叛你很重了 你比方说你就这个问题 哎呀 我承认我认罪 那么他就判你这个罪的罪你行呀 明白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好了 你已经是这个问题了 我真的是这个问题很严重 非常严重 你就是说一神经兮兮啊 兮兮兮听得懂吧 谢谢师傅 对 有一次我念礼服之前 就是 祈求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灵性 上升了 你当然了 你这么 你这样忏悔的话 你这样念往生之的话 哎呀 我有罪呀 哎呀 我要把我过去的 所有什么蚂蚁呀 什么蟑螂啊 好了 他全来了 就是蚂蚁的亲戚 他都来了 蟑螂的老婆也来 找你了 听懂了吗 谢谢师傅 然后 这ется 是 PlayerUnERO 充满 Young